201 我们找到他们 在万里高空 在身上不忍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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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华宝日西路路天煤矿 总开采面积为51.6平方公里 相当于七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每天有近200名矿工现场作业 临近春节矿区突然接到任务 要在接下来的10天里完成30万吨的地面储煤量 作为备用资源保障春节期间东北三省的用煤安全 这不仅仅仅是与时间的赛跑 更是一场与恶劣天气之间的对抗 每天就给你们订任务量 解钱地面储煤必须30万吨 雷达不中 早上完成生产任务做到人生无心仓 黄永斌 黄永斌是最早一批来到神华保日希勒露天煤矿的电产司机 他的工作是驾驶电产车完成煤炭的挖掘一桩车 看似简单的两个动作 他每天要在八小时内重复上千次 我带那小土地上产之后不适用电产的旋转 特别云车 突然趁劲能力特别难受 我说没办法 电产环境中就这样 有的东西你就得克服 正常情况下 采煤电产八四斗就可以装满一辆硬煤车 全程只需要不到七分钟的时间 正常我们通过的是先挖煤 把手挖满了之后 少做到半空中给一声信号 一声喇叭是允许汽车引起入味 可以进入场坑的告知机一声 所以听到信号后 他也迷一声 才一声为止没到车 对证了之后 给一声信号 意思是代表是你位置可以了 我就可以准备装车了 由于生产任务十分紧迫 入天煤矿 必须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进行煤炭生产工作 像这样高达十八米 有着上千吨自重的采煤电产车 一斗的标准采煤量为三十吨 全天二十四小时 需左右回转四千三百三十三次 装满八百一十二辆运煤车 平均每五分钟就必须完成一次装车 只有在这样高强度的运转下 才能保证十天内完成三十万吨的煤炭储备量 太阳刚刚落山 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五摄氏度 此时一处采煤电产所挖掘的煤层 突然涌出大量地下水 瞬间将工作面淹没 而这恰恰是冬季煤炭生产过程中 最终于遇到的 过来了过来了 把这队来我再爬里到我这边弄了 那个103这块有水啊 消停会儿啊 来 让它进来了 排气的原因 因为冬季夜间过低的气温 会使大量涌出的 把这些水啊 造成了这个路面湿滑呀 或者是有积水 你等着地来 高度挖完那种地来 要不然水到越来越大了 天王哥往里头 深点啊 你去挖挖挖挖挖 这个把这虎子吞出来 你看那只要闪到 知道吗 后点了 后点了 因为冬季夜间过低的气温 会使大量涌出的地下水迅速冻结成冰 如果不及时挖通排水沟将水排出 那么上千吨的采煤电产 就会困在淤泥和冰中无法移动 煤炭生产也会随之中断 这个水它现在看这种掌势 它不像是那种死水 因为如果是死水它肯定是会冻上 就是说不管多后 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几米的水都能冻上 应该是活水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得挖排水沟 把这个水倒出去 要不然影响电产的正常生产 经过工人们一夜的奋战 排水沟终于挖通 可要将大量的地下水彻底排出 则至少还需要两天的时间 这就导致一台采煤电产 无法及时挥抜工作 在三十万吨储煤任务如此紧迫的时候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这还不是煤炭生产中唯一的难题 自然环境给予人的挑战 才刚刚开始 由于露天煤矿开采的是埋藏较浅的煤田 在玻璃煤层上部覆盖的岩层后 便可以直接进行煤炭开采 所以整个挖掘空间直接敞入于地表 大大小小十余种车辆穿行在矿区路面 仅运煤车的轮胎直径就近似于一辆家用轿车的车厂 我们运务段现在最大的车型是220吨的 20这个车轮胎它的直径上就达到3米5 宽度就1米多 像20车外侧盲区就得达到50米 像这个正常情况下压一个皮革 也就是一忽悠就过去了 所以盲区非常大 对这个驾驶员的要求非常严格 陆立新是运输段的班长 他每天的任务是合理调配矿上所有的运输车辆 保证电产挖出的煤炭能够及时装车运出 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里 陆立新几乎一直开车边躲在矿区的路上 哪里运输出问题 他就赶到哪里 各个铲都得走到位 你不走到位不行 这车现在这面广 车位多 由于陆立新所驾驶的皮卡车 与运输车的体积相差十分悬殊 所以为了避免由于大型车辆的盲区 而发生交通事故 矿上所有的皮卡指挥车 都必须配有一面红色的旗子 这个旗叫高杆旗 它这高度其实非常好 跟这个大车驾驶平台啊 基本上是一个高度 这样是红色翻光 不管白天晚间都能那个看到 距离春节还有九天的时间 煤炭储备任务 还有二十八万吨未完成 前所未有的压力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但新的危机又出现了 下车调度啊 下车调度 雷仙 不小心啊 105这块这个路面 现在全结冰了 抓紧过来给处理一下吧 现在走不了了 防火特别厉害 不小心啊 麻烦了 由于气温极低 矿区主干道下的煤层渗出的地下水 迅速冻结成冰 几十分钟内就形成了长达四百多米的冰面 致使交通瘫痪 煤炭大量挤压 必须马上进行道路除冰 恢复矿区交通 我刚刚告的同理就整煤量去了 整煤量一会过来 那你先把这个玩意整成 整完之后它不改道吗 它改进去了 道路结冰 致使矿区生产 又不次中断 他们能否及时完成四百多米的道路除冰 十天用三十万分的除煤任务 能否顺利完成 讲述 如一特别制作 建设者 稍后继续 这里是我国最寒冷的大型露天煤矿 神华保日希勒露天煤矿的所在地 这里的产煤主要供应东北三省 春节即将到来 煤矿需要在十天内完成三十万吨除煤任务 来保障东北三省的人们温暖过节 气温零下三十度 煤矿路面结冰 车辆难以通行 导致挖出的大量煤炭无法运出 我们现在路面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你看看现在影响在这段数据 你需要什么杀盐 那煤啊 你抓紧说 咱看从哪个产生掉过来 然后那个地区队长的话 把车分过来 道路结冰安顶 反正对于我们 应该是最大的一段 因为在冰面上 所有的这个汽车的刹车系统 完全是处于一种失灵的状态 因为我们路面的原因 来导致大车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故 这些在我们这里绝对是不允许的 四号销道产车 四号销道产车 你现在什么位置 抓紧来一趟101 这个地方已经道路结冰了 抓紧过来做访活 你都让我车混击我了出现 车有坏的 还有在那儿 在靠区坐挡墙呢 你得那块不能走啊 没办法 我这就得自己冲了 你扶棚所在的公路段 负责整个物贴煤矿的道路修整 挡墙修筑等 一切幅度生产的工作 究竟如何才能除掉道路上的结冰呢 以扶棚就地取材 将碎煤铺在冰面上 这样就能有效防止行车时打滑 我现在套路的这个车 它就没有方向盘 它的方向啊 以及作业实力的这种程序 全都是靠我双手 一边一个这个杆 操作杆 属于杆式操作 我刚来到路天框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连就是自己家的四驾车 我都不会开 因为我对机械这一块 本身就是属于一种兴趣点 就看着老职工去怎么操作设备 我眼睛看心理学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 将自己慢慢地操作 慢慢地就把我们段 这几种特殊工程的设备 学会 道路除冰还没有处理完 路立心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潜在的风险 零下三十五度时 运输车辆所用的普通柴油就能结冰 所以 必须尽快给所有运输车辆 换成能在极寒条件下使用的特质柴油 天一冷 油肯定是硬的 容易发生曝果 一旦出现曝果或者是等等漏油的现象 就出现这个刹车转向不灵 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感觉这个天气不行了 马上提前换油 50辆运输车全部更换了柴油 与此同时 道路除冰工作也已经结束 下班了 马上就下班了 手动得特别脏 现在手手这甲缝里边 这都必须得用香皂在里面刷 就每天下班了 我觉得要花15分钟的时间 再把自己的手 以及指甲里边的这种灰灰 才能洗得干净 你光用香皂肥皂的那种 你手绝对是洗不干净的 就每天就是挺伤手的 因为这个刷的它再软 它也是 因为你每天都要刷 要不你这个指甲缝里边 就是每天都有一层 像油伸的那种灰灰 挺不好刷的 必须得下班刷 都得刷 我这还行 用香皂就行 有的时候 我得用那种洗衣膏 就算过去很老那种洗衣膏 才能刷得掉呢 李福鹏 今年32岁 在煤矿 已经工作了7年 每天的工作都是高度紧张 下班后 他有自己的减压方式 在13岁吧 学的时候我起来变得起 然后一直到现在 现在的时候基本都是扔了 因为工作的原因 但是就是唱歌的一块 还是实际上都在坚持 只要你做得很好 所以能够不重要 我会无意打扰 总不会让你愤怒 我每一夜 不怕你却不知道 傻傻流着眼泪 在白天的工作 我们都是属于为了安全 脑子里这根弦都要绷紧 比如你喊我的名字 我就要说请讲 有一天我爱人和我讲 但昨天说梦话 吓了我一跳 我怎么说 但你就敢睡觉觉 噗噗一下 坐下来 请讲 还挺文明 说了句请讲 短暂休息之后 新的一天开始了 但又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距离春节还有七天 但还有24万吨的除煤任务 没有完成 如此大量的煤炭生产任务 单靠这一条运输道路 已经无法满足 运煤车的顺畅通行 造成煤炭大量挤压 为此 矿长紧急召集全矿各部门开会 必须找到办法 来加快煤炭的运输 这样把这个坡道做到这位置呢 整个咱这块漏煤速度能加快 加快北门这块煤的开餐 经过讨论 矿上决定 在两天内开通西运煤道路 这条路不仅分担了车流 而且缩短了运输距离 这条道是必须得修的 我们原来有这个路线 现在是3.7公里单程 如果这条道修通之后 单程能达到2.8 或者用力 在矿区里 要修一条新的道路 首先需要采煤电产 挖出一条路的雏形 然后再由公务段 进行道路平整工作 大家计划两天内 开通新运输道路 可计划却远没有变化来的快 天气预报显示 暴风雪随时可能会清洗煤矿 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事情 看天气预报 过来还有风雪了 最怕是刮暴风雪 或者刮怕下雪的时候 我们因为4月时 比较大 它一下雪 人们看着雪中疑惑 本来算它就有点晕 特别是晚上 冬光一晃的雪 我以前老四街 是干时间长了就吐 冬天一挖 这会零下四五十度 每一步热 哈提特别特别大 就挖一勺货 看不到工作帮了 全是哈气 车也是 装上手货 车没了 全是哈气 暴风雪 如漆而至 鸡雪覆盖了整个矿区 多年矿区工作的经验 负责道路运输的路利心很清楚 矿区地面坑挖不平 鸡雪会让所有行驶的车辆 看不清路面情况 这会带来巨大隐患 它必须尽快组织人来清理鸡雪 前车后车能见度特别低 行车要求也达不到 路利心的指挥车 现在鸡雪中等待着救援 而下雪造成气温骤降 正在挖新的运输道路的电产 也出现了故障 天特别冷 铁雪特别脆 这个芽帮也很硬 铲芽这个档边 那个档边舌了 这个芽的档边没了 容易容易掉的铲芽 这档边主要是不定那个洗铁的 它这用舌的话洗铁放上来 整个芽就掉了 容易进出去了 准备一下 马上过年了嘛 这个保春运 特别特别忙 有的小活我们能处理的地方 可以处理 把时间抢到前头 短袋站不了五分钟 就是透了 特别你想想站着铁上 等下四五十度的铁 短袋不动 使用短袋不动的 然后你得站在铁顶上 你想想很样的事 长时间抹铁肯定受不了 像平常我们干活 手套带的特别厚 而且带着袋面手套 里边还得带一层手套 还得带上线手套 必须得带两层 有人没办法 没有套干活不得劲的情况下 就得宰下来 将近零下四十度的极寒天气 困难不断出现 就在这时 新道路的挖掘工作 也被迫不断 重重危机之下 保障东北三省温暖过春节的储媒任务 能否顺利完成 讲述 五一特别制作建设者 稍后继续 这里 这里是我国最寒冷的大型露天煤矿 神华保日西路露天煤矿 春节即将到来 煤矿需要在十天内完成三十万多储媒任务 来保障东北三省的人们温暖过节 矿上决定 在两天内开通新运煤道路 这条路不仅分担了车流 而且缩短了运输距离 煤干石是一种在成煤过程中 与煤层半岁而生的含碳量较低 比煤坚硬的黑灰色严实 由于在道路挖掘过程中 遇到煤干石层 所以电产的挖掘角度 必须临时进行调整 在技术方面就是 电产在向下做坡道的时候 因为地质条件变化 需要把道路向东移设 给我们的任务非常紧密 因为地质条件突然发生变化 电产的位置也随之要做出调整 可要移动一台三层楼高的电产 并没有那么容易 工人们首先要将电缆转移到合理的位置 仅这一项工作就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的电厂就要用电驱动来干活的 我们的铁套和电池还有铁盘的强盘 来 一 二 等一次相当费劲了 没办法 距离春节只有五天的时间了 如果新运输道路明天一早还不能开通 那么三十万吨的储媒任务就根本无法按时完成 可就在煤炭生产和修路工作都在紧张进行的同时 五十辆运煤车出现了调配不开的情况 修路挖出的煤炭不能及时运出 导致了新运输道路迟迟不停开通 节奏前我们这个生产任务特别重 本身这个用微量就大 在不够的情况下 还要抽出一部分车给它修路 这样在我们的生产之后压力非常大 我修道还需要时间 我修道必须得给我时间 所以它就算干通了 我还得给我修道时间 必须得往前给我抢一下 任务压力大 麻烦又不断涌现 大家争分多秒工作 吃饭都在工地上 为了赶生产而在现场吃饭 对于每一位煤矿人来说 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但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季 饭菜不到十分钟 就会彻底凉透 就让我们贯过的事 两个人后面吃 一个装车一个吃饭 就不用耽误生产 特别现在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任务不停 搭车也是黄饭吃饭 车也不行 在车上吃饭可以说是常事 因为一线 有的这个时候司机这一顿饭要吃三四回 空车时候能吃一口 到卸载的地方 如果有其他车辆送在卸载的时候才在后面再吃 如果都感到各个地方都没有车 有可能就感到一小时或者是一个半点之后才吃 基本上饭都差不多凉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保证东北三省春节的运煤需求 讲述五一特别制作建设者稍后继续 距离春节还有四天的时间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新的运煤道路终于成功开通 运输速度大大提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21岁到年 就穿油腔晃来了 电电司机就开始躲搬 喜恶 还恶 回家的电视都不敢看 几乎他们走回家 我上学班的情况下 他们都不看电视 回家就睡觉 他们说话大声 说话都不看 就害怕我 把我吵醒了 然后随我好觉 晚上就直接上学班 你脱一下就行了 我到他 到他 正常人讲 理解 理解不了 我们在一个屋子睡觉 有可能见面的时候 两三天能听一遍 像我爱人就是这样 买鞋 这个时候就买回两三双了 说你选一双吧 我选一双 他再把那两双退 因为白天的时候 对讲机都比较繁忙 有的时候也是 说话也说不上 强话强的自己心里 真的是心烦气乱 比如说有个三五分钟 对讲机 如果说没有人说话 里面没有人说话的时候 我就会不经意地 就会拿起这个对讲机 丑验 手机 我的对讲机 是不是没电了 就不听到那个声音 我就觉得心里挺不踏实的 今天是除夕 今天是除夕 地面储煤任务 还有两万吨没有完成 煤炭生产工作 仍在紧张的进行中 准备2015年春节 零点的钟声敲响 还有八个小时 神华保日希勒露天煤矿 终于完成了三十万吨的地面储煤任务 在春节期间 这些煤炭将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北三省 我今年春节是我第二个零点班 这就是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我就要从家走 十一点四十五的时候 准时晚上所有的人员 一起开班前会 年夜饭是肯定在家是吃不了了 亲爱的朋友们 还有不到二十秒 我们将迎来零点钟声的敲响 准备好了吗 五 四 三 二 一 在春节前紧张生产的十天里 采煤电产少抖 共挖煤近四万三千四百次 运输车往返采煤点 近九千二百八十五趟 总路程近五万五千七百一十四公里 过年了 矿区依旧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虽然三十万吨的储煤任务已经完成 但煤炭生产工作却一刻未曾停歇 而这就是煤矿人习以为常的 一天又一天 二一日 我们找到他们 再办理高空 三十万吨的储煤 中文字幕 四十万吨的储 será 在 feelings中文字幕 四十万东方便 在这一天 中文字幕 四十万吨的储言 中文字幕 四十万吨的储言 在后海星海 在沙漠四地 他们是超级工程的界限 讲述 不要动作 心情奉献 进去和 这对平凡人生里的 英雄梦想